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所有影片里面 最受大家欢迎的 无印良品特辑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十大无印良品必买的 part 2 因为无印良品的东西有时候会就是 停售然后你就再也找不到了 所以很多我在第一集分享的东西 都已经不卖了 今天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集我觉得很值得 买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就是 这个晒衣架 那这个晒衣架大家可能会觉得 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 菜市场买那种几百块不就好了吗 可是这个晒衣夹真的是 目前在我们家坚持最久的 晒衣架你在菜市场 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那种塑胶的 塑胶的呢它其实 晒太长晒久很容易 会脆掉然后就会裂开 那或者是呢大部分 晒衣夹问题都出在这个夹子 无印良品的晒衣架啊 它用的是他们家自己的这一种夹子 这个夹子非常坚固 它不太会出现一般的夹子 就是两个分开的那种状况 它在这个地方有做固定 所以呢第一它夹的很牢 它这个里面还有做那个凹凸面 第二就是它夹子本身不太容易会坏掉 然后呢因为它整个架子啊 是用这种类似铝合金的东西去做的 所以呢非常的轻便 然后也很坚固 不会因为晒太阳的关系就脆化 那这个东西呢它也有别的尺寸 所以如果你们家不太需要这么多的夹子 这个我数过总共是46个 你如果是像我一样有时候运动内衣啊 或者是一般内衣也称电啊 会拆开来 然后内裤也想要就是用夹子这一种晒啊 这个非常适合你 但如果你们家比较小 你可以买小一点的尺寸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对折 然后呢它这样子还是有办法晒衣服的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比较A字的这种晒法 它就可以挤在夹缝中求生存 总之这个晒衣教我是非常推荐 还有啊它的表面啊不太容易会沾回尘 跟一般的塑胶不太一样 就塑胶这上面啊很容易会很脏 可是这个使用一段时间了 它还是蛮干净的样子 可能它是灰色的也不容易显脏吧 OK 接下来要讲到的东西都跟洗衣服稍微有一点关系 首先是这个第二个 他们家的洗衣网袋 洗衣网袋大家一定也想说 这不就39元店买一个就好了吗 这个洗衣网袋啊 是我觉得我们家买过的洗衣网袋里面啊 最也是坚固的 就是大部分洗衣网袋 因为它空隙的关系 有些那个网子太大 它很容易会裂开 无印良品它这个是有点像两层不同密度的支在一起 所以你从里面看其实是看不太到外面的 然后呢它的这个拉链啊也做得非常好拉 有一些洗衣网袋最先坏掉的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你几乎每个礼拜要洗好多次衣服嘛 那这个洗衣网袋常常使用下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坏掉的 那我喜欢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它有做这个小勾勾 这个小勾勾我觉得出现在他们家后来很多改良过的产品 就是它有开始把那个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考虑进来 那他们家的这个洗衣网袋啊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拉链是双面的 所以其实你倒过来 你翻过来 这样子拉也是完全OK 所以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 就是你可以依据你今天要洗的东西是多么精致的衣物 然后去翻面做使用 然后使用完你就直接这样子 用这个小勾勾晒干 它也比较不容易发霉或者是坏掉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他们家的洗衣网袋呢 主要就是我有很多东西我使用完 我会想要放在洗衣网袋里面清洗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收纳袋 之前第一集我应该推荐过这个 帆布的这个收纳袋 它是用那种飞行散布做的 所以每一次使用完就是旅行完装脏衣服 我回家一定会清洗 那你看经过这么多年 它还是就是完全没有坏掉的迹象 那以前呢他们是没有做勾勾的 所以我自己会用断袋啊或者是一些绳子啊 在这个地方绑一个小结 这样你就可以晒衣服的时候用 那现在呀他们出了很多这种袋子 就是有网状的 然后也有就是里面那一层是 不会透过去的这种收纳袋 这个收纳袋也有各种的尺寸 然后呢我非常喜欢的原因是 你放在包包里你可以一眼看到 你自己到底带了什么东西 尤其是小baby的东西 有时候你急着要找啊 你这样子一眼就可以捞到 例如说最下面这个防纹的啊 或者是什么的非常的方便 那后面这一层呢 如果你平常带小baby的时候 你有帮他准备多一套衣物啊 你就可以放在这里 或者是他突然例如说吐了尿裤子了 你那脏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在这里 他可以做一个隔绝 然后你回来再把这整个包包丢去洗衣网袋里面 进洗衣机洗就好了 他也有一个小勾勾可以 呃就是晒衣服的时候用 或者是你可以用这个固定在你的包包里面 这样他不会在包包里面到处乱跑 总而言之这个收纳袋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那另外一个我也会进洗衣机洗的东西 就是这个铅笔盒 这个铅笔盒大概从我大学的时候用到现在 已经将近十年了吧 那这个铅笔盒呢 我前一阵子的时候就想说 诶用了有点久把它拿去洗一下 洗了以后才发现 哦我原来是买绿色格纹的 这个他已经被用到完全变成黑色了 然后我洗完以后才发现 哦原来他是长这样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他非常的方便 因为他也是用这种可水洗的布 所以你的铅笔盒如果脏了 或者是你把它拿来当刷具袋 或者是小朋友那种彩色笔的袋子 蜡笔的袋子 脏了以后你都可以丢进洗衣机洗 然后也是一样就拉链很好拉 然后我就完全没有缺点 因为他如果要装满 他其实可以装非常多支笔 然后长得也就是一个文青好看的样子 我非常喜欢 好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厨房的东西 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他们家的法郎收纳盒 那法郎这个材质呢 他其实是有很多优点的 第一他不太容易吃味道 那其实玻璃也可以做到 但是玻璃大家都知道就是易碎嘛 法郎这个材质是比较不容易会碎掉的 你不用担心你失手啊或者是什么 会去打破它 那你很适合拿来腌肉啊 或者是放一些食物味道比较重 例如说洋葱啊青椒啊这种东西 他不会容易吃味道 所以他很适合拿来腌料 然后呢这个材质啊 他不太容易吃颜色 可是大家要注意哦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橡胶条是会吃颜色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腌料的时候啊 尽量不要装到太慢 因为你这个盖子如果盖下去啊 这个胶条是容易会被染色的 那这个胶条盖上去以后呢 他其实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他是几乎是真空密封的 所以他有做一个这个小拔扣给你 这个小拔扣就是如果你今天打不开这个盖子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拔掉 就会让他比较容易拔开 那如果你没有拔的话啊 他其实很紧 因为他的盖子是做硬式的 他不是那一种软软的盖子 所以你今天东西放进去 你如果要沿你 这样打力的摇也完全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是那种收纳结辟控啊 他们家有设计就是长形的 或者是方格子状的 全部都可以堆叠在这上面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盖子 是有一点点边边角角的 所以你完全可以收纳的很好 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堆叠在冰箱 看了也非常的美观 那也很适合一般备料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今天要煮一道料理啊 你就把所有切好的东西都摆在这里 然后也很方便等一下料理的时候使用 所以这个法郎盒非常的推荐 下一个也是厨房的产品 就是这一支神奇的刷子 这个呢其实我们是有时候会拿来洗奶瓶 然后有时候也会洗大人的杯子 它也可以当烤肉夹 开玩笑的 不行当烤肉夹 它呢厉害就在于它这个夹子跟海绵可以替换 所以呢你买了这个奶瓶刷 不是奶瓶刷就是这个瓶刷以后 你要记得这个东西千万别丢 因为我们丢过一支 然后很心痛 这个刷子也不太便宜 但这个海绵头呢 就是一般他们家那个菜瓜布的材质 也是那个他们垫在肥皂下的材质 所以这个材质呢 它其实拿来清洁啊非常的够力 一般的刷子啊 大部分都是做那种刷毛状的啊 或者是海绵状的 刷毛状的其实很容易会刮伤杯子 加上因为那个刷毛中间的尖隙啊 有时候你喝的东西已经有残渣了 其实很难可以把杯子刷干净 那海绵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海绵虽然柔软 可是它的清洁度就不是那么的高 我觉得这个菜瓜布的材质啊 它就是能把杯子刷的非常的干净 加上因为它的这个材质是菜瓜布 如果你是跟我姐夫一样很龟毛 就是洗碗不想要碰到手的那一种人 你很适合直接拿这个 然后去洗碗 因为这样你就不会伤手 OK 所以这个我非常推荐 这个海绵常常会缺货 所以如果你下次有看到的话 你可以直接囤货 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 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用的这个刷奶瓶跟刷杯子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卧室类的推荐 首先要推荐的就是这一个收纳篮 那这个收纳篮呢 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篮子 它可以压缩到非常非常的扁 所以如果你没有要用 所以你就把它折起来就好了 那你如果有要用的时候呢 它上面这里有铁丝 所以它是硬的 可以固定出一个形状 那我们通常就是会放在床边啊 或者是放在衣柜啊 然后收纳一些 例如说尿布啊 或者是你晚上要保养的瓶瓶罐罐啊 这一些东西 那它的里面这个材质啊 做的是有一点点滑滑的 所以它其实是耐脏的 你的东西在里面就算撒啦 或者是什么也不太需要太担心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滑滑的材质 你用湿布稍微清洁一下就好 还有它很聪明的地方 就是它在这里做了这个把手 如果你是放在衣柜啊 你很轻易的就可以这样抽出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整理你的东西 其实它有出非常多的形状 它还有出这一种款式就是 上面是有盖子的 那你的衣柜打开以后啊 有时候我们衣服这样挂嘛 它里下面的底 会有一个很尴尬的空间 就是你那里要放抽屉什么的也不方便 所以就很适合放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上面是有盖子的 所以你里面可以放一些 例如说袜子啊 内衣裤啊 你比较不想要弄脏 或者是你不想要直接放在衣柜里的东西 然后它里面材质也是一样 就是你用湿布清洁就很好清洁了 对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 我觉得是收纳的好帮手 然后呢看起来也非常的整齐美观 很适合家里就是那一种单衣色调 然后很简约的路线 好接下来要回归就是厕所 厕所是讲到这一条浴巾 这个浴巾呢 其实我觉得以就是毛巾来说啊 它不算那种最便宜的 但它也绝对不到那种最贵的 就是如果你要买到那种什么埃及棉 或者是什么新疆棉什么的 就是非常贵的浴巾 它也没有到那种等级 这一条是他们有出过的一个可以裁切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线 你可以沿着线切成你想要的大小 就例如说你的浴巾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 你想要更换 你可以把它裁成模糊的大小 那这条浴巾为什么推荐它呢 因为它虽然是不算很薄的材质 但是它没有很重 然后呢它吸了水以后也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厚重 有一些毛巾虽然很厚啊 然后擦干身体很快 但一旦你要裹到头上 你就会觉得那头就一直往后倒 这一条比较不会 那还有它的优点就是 这条毛巾在吸了水以后 比较不容易发霉 它其实算是干的 比较快一点点的 有一些毛巾你使用一段时间 会发现它上面开始长黑色的点 点那个就是已经发霉了 就尽量不要再用了 那无印良品的这个呢 你从它平常挂在浴室 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它吸了水 隔天早上也不太容易会闻到那一种美味 不过其实这个跟你浴室自己的潮湿度也会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我觉得以这个材质跟价钱 我是蛮推荐他们家的浴巾 然后我觉得可以裁切这一点 又可以让浴巾就是重新使用 我觉得蛮不错的 好最后两项呢要讲到的是美妆类的产品 首先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从他们家彩妆进台湾以后 我就买了的一支眼影刷 这支眼影刷呢 我觉得它的寿命真的是长到一个不可思议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轻的刷子 所以一开始买的时候 我对它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但是它很适合拿来就是打底啊铺色啊 非常的方便 那他们家当然还有其他的刷子 不过这个刷型是我自己蛮喜欢的 就是我觉得所有人画眼妆应该都会需要 加上它做的其实是侧面看起来是相对比较扁的 所以你就算想要画一些细节的地方 其实也是可以做到 然后我是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毛啦 不过洗了这么多次 它也完全没有什么掉毛啊 或者是形状毁损啊 或者是这个地方松脱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无印良品的刷子质感非常好 而且这一支也没有很贵 就是几百块就可以买到 那最后一样呢就是一个睫毛夹 这个睫毛夹我推荐过很多次了 是他们家的轻便型睫毛夹 他们家还有出那种一般的这种 就是长的是这样子的睫毛夹 可是这一支是我比较喜欢的 它呢首先你可以看到啊 它其实算是比较长的 所以很适合亚洲人那种比较宽的眼型 加上它的弧度啊不是那种非常凹的 所以很适合我们那种眼睛不是很深邃的人 那我喜欢它的点在于啊 它很适合拿来夹眼头跟眼尾 就是一般人夹睫毛最不容易夹到两个地方 它都可以夹到 还有它夹下睫毛也非常好用 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其实我已经弄坏过两个了 然后你在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尽量是两只手指头同时施压 而不要是只有一边或者是偏向这样子 某一边夹这样夹它很容易会断掉 那我觉得主要跟它这个材质有点关系吧 因为它是塑胶的 其实它这一个这里已经有一点点裂缝了 可是我还是非常的喜欢它 因为我就觉得它可以把那个睫毛修饰的非常好看 就是你们平常看我化妆 其实我最注重的就是我的睫毛 所以夹睫毛的工具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觉得它在设计上也想得很周到 首先就是它可以盖起来嘛 所以你带出去玩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你会压到它或者是什么 还有就是它这个下面有收纳一个垫片 所以如果你的垫片要换新的 你其实可以直接从这里拿 不过我的前两只都是还没有用到新垫片 就已经直接被我用坏了 那我还是推荐的原因是 我觉得200块啊 250块吧 250块可以让你的睫毛夹出 就是一个different level 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得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 我平常画睫毛的一些步骤啊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推荐的 十样无音良品必买的特辑 如果有什么我们一二集没有分享到 然后你觉得很推荐的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